南街陰鎮這件作品 其實是郭雪鎮非常大的成就 那最重要就是說他畫他的家鄉 那他有真實存在的人事物 當然他也加了很多 他在就是當時的工商民路裡面的 那個什麼十大好店的招牌 幾乎是整個最繁華的台北市 甚至是全台灣最重要的物品 會聚集在這裡 在這一幅畫裡面有虛實的相餐 比如說不可能每個人都那麼有錢的在鏡像裡面 可是他就畫了 再來就是我們在看南街的時候 他本來應該是兩層樓 他畫成三層樓 他為了要讓整個的畫面更繁盛 能夠更表達他對這個地方的 就是說一個遵從這樣的一個幅度 其實在當時可以說是創作 週六晚間九點公視頻道 紫色大稻田